近日,国家体育总局表彰了亚运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全红禅、陈玉希、王宗元、杨浩、陈一文等杰出选手均榜上有名 其中,全红禅在2023年的表现虽有起伏 但在亚运会中,她迎来了自己在这一年的高光时刻 我满天,陆少妍,祝大家无忧无虑 这使得全红禅成为集奥运会、全运会和亚运会金牌于一身的优秀选手 全红禅与陈玉希无疑是女子10米跳台项目中最为耀眼的双心 两人不仅在技术上出类拔萃 更在比赛中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 全红禅凭借其出众的天赋和实力 在预赛和半决赛中多次力压陈玉希 然而在决赛的关键时刻 陈玉希却能凭借其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出色的技术表现反超全红禅 在女子10米跳台项目中 全红禅与陈玉希形成了良性的竞争关系 正是这种竞争关系 促使两人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比赛状态 陈玉希表示 如果没有全红禅这样的强大竞争对手 她或许无法达到如今的成就 全红禅和陈玉希的竞争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赛场之上 在生活中 两人也是互相学习 互相借鉴的好伙伴 他们经常一起探讨技术细节 交流比赛心得 彼此激励着对方不断进步 在备战期间 全红禅和陈玉希的训练计划是高度保密的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团队 团队成员之间彼此竞争 比拼 看谁能为运动员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保障 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 全红禅和陈玉希也不断地挑战着自己的极限 努力提升自己的体能 技术和心理素质 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全红禅和陈玉希不断成长 进步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对手 而是互相促进共同成长的伙伴 在未来的比赛中 他们将继续保持着这种良性的竞争关系 为女子10米跳台项目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展望未来 2024年将是奥运年 同时还将举行市井赛和世界杯等重大赛事 全红禅和陈玉希 这两位绝代双交 将继续在女子10米跳台项目中展开激烈的角逐 年轻且充满潜力的他们 无疑将继续统治这个项目很长一段时间 而他们之间的良性竞争也将有助于他们长期保持高水准的表现 对于喜爱他们的粉丝来说 这无疑是一件行事